當然一段時間跌到谷底 最低潮的時候甚至想自殺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有高潮低潮 特別低潮經常很多人都有經歷 問題是低潮到怎樣去到絕地沒有 我曾經的確去過絕地 剛出道的時候一個不小心 突然有一兩部電影爆出來 非常受歡迎 例如我之前拍電視的《楚流香》 我是第二男主角 當時覺得自己很厲害 以為自己是大明星 又喝又吃又倒又嫖 所有壞習慣都在一身 哭訴無門 因為我不懂得游泳 我小時候在香港長大 香港有個水堂 不如在水堂插進去 一了百了 但千萬不要 如果我當時插進去 你們哪有三宿 哪有海公公 哪有陶學威龍給你們看 我當年的確有這樣的情況 他幾乎自殺 也跟周印發借他的錢 他又不借我 最後就不敢自殺 沒有這個勇氣 有什麼辦法 只有想辦法 將自己的債務還清 然後從頭再在電視台 慢慢慢慢慢慢做好 信用給大家看 讓大家 導演 監製 繼續用我 很多事情要自己去控制 年輕人不懂事 控制能力低 一定會有 但一定要自己很警惕 很警惕 如果自己意志不堅強 可能繼續砍下去 一繼續砍下去 就完全你這生就廢了 如果你意志稍為堅強 可能有機會在這裏跌下 再慢慢爬上去 當我自己沉澱下來之後 這件事發生之後 沉澱下來之後 才想到我完全 只不過運氣好 於是 在那件事發生之後 我就沉澱下來 就說 始終你都要有些真材實料 給大家看 在破產期間 那段過渡期大概是四年左右 真真正正是很用心 重頭研究一下 什麼叫做表演 什麼叫做演技 什麼叫做演出 當然 看很多老前輩的表演 亦都看很多關於表演的書 在這四年裏 我得益是最多 整個人真真正正投入了 跟以前完全是 他無虛名四個字 很簡單 只不過念對白 裝無作用 不是 是每一個戲 每一個劇本 每一個角色 你都需要花很多時間 好好的 真真正正 由最基本的層面 慢慢一個層次一個層次 分析它 解剖它 然後創造一個人物性格 你才會有成功的一面 有演過一些比較搞笑的黃昏戀 比如說以前跟葉德嫻 甚至跟吳君如也演過 吳君如也演過我女兒 演過我女兒 演過我女兒 演過我老婆 是啊 我以前三叔是這樣演的 所以成功 現在這個什麼叔 又要這樣演 這個六叔 現在的成功 過去的成功 現在 目前的成功 是我們自己最大的敵人 過去的成功 喂 三叔什麼好過癮 過了 如果想繼續在這個圈子繼續拍 我當然會繼續努力繼續 加油 希望還有新的突破給大家 謝謝大家觀眾 其實我以前一直都用一種心態 就是 黑幾歡 黑幾歡人的意思就是 盡量包容下人 喊吵也少一點 好像南海現在有問題 黑幾歡人大家很容易溝通 不用嚇嚇又回原子彈 又航空母艦 盡量 當然某些地方 你會發現很多人 很多身邊的朋友 可能會是 想利用你 或者是佔你便宜 去到這種情況之下 少便宜就被人佔了 喂 利用你少少 不傷害到你 任由他 給人方便 多不可以 多就大家少來往 就是這樣的意思 每個人都有機會去到絕路 我奉勇各位 堅持一個信念 你可以的 今時遇到困難 但是只要你肯用心 你一定得 給自己一個信心 我會成功 記住 即使輸掉一切 也不要輸掉微笑 大家好 我是Dago 馬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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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